影响最大的家族 恐怕没有人能绕得过宋氏家族 这座高山 宋氏家族呢 其实我们说的是四个人 宋子文 宋爱玲 宋美 尤其是宋氏三姐妹 他们不仅仅是对中国的近现代史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而且他们本人也是一个个纯旗 你看宋爱玲 嫁给了山西大户 富甲天下的孔强吉 等于长时间把持国民党的财政大权 拥有富可敌国的财富 那么宋庆龄呢 一生追随孙仑山先生 为革命欧亲立血 宋美玲不仅仅是成为蒋介石的夫人 更重要的是呢 她是蒋介石和美国之间的一个联系纽带 对于国民党政府当时的政治和外交 甚至军事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所以宋氏三姐妹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 可以说是纵横百合 叱咤风云 留下一段段 我们金人难以磨灭的历史痕迹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给大伙说说宋氏三姐妹 那些事 首先呢 咱们得说这个宋氏 名字叫宋家书 母亲叫倪贵珍 她母亲相对比较传统 但是父亲很心派很洋 一边拉琴 吸引人听 然后传教 以至于呢 国内有些人认为呢 他父亲是个卖唱的 当年宋子文 和盛宣怀的七小姐谈恋爱 盛宣怀我们在以前的节目当中 给大家介绍过 那在晚清的时候 是了不得的观赏 中国近代 第一座铁路 第一座银行 第一座招商局 电报局 都是盛宣怀主持下建立 宋子文跟盛宣怀的七小姐 两个人 都恋爱到谈婚论嫁的程度了 但是 盛宣怀的老婆不同意 说为啥呢 说他爸爸 就说宋子文他爸爸 下酒流 七春八点九春首 那是个西子 拉手工琴的 你看 他们认为这个宋家书 身份比较低 其实这是误解 他只是为了传教 但是跟当时晚清时候的 封建思想的 产生很大的冲动 那么这个三姐妹的名字 就是这个宋家书给起的 一开始可不叫矮龄 庆龄 美龄 不叫这名字 叫什么呢 他给老大 宋矮龄出生的时候呢 叫宋爱林 爱慕的爱 王字旁的林 宋爱林 什么意思呢 因为这个宋家书 在美国的时候 最崇拜的人是谁 美国总统林肯 所以爱林爱林 就是爱林肯的意思 那么老二老三出生了 顺着叫吧 这林字是不能丢的 所以宋爱林 宋庆林 宋美林 当然还有一种说法呢 挺八卦 说这宋家书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呢 认识个女孩 叫南希爱林 脸就好上了 后来她回国脸就断了网来了 再一打听病死了 哎呦 她心里很是烦闷 就就就给孩子起这个名 一方面确实是崇拜林肯 另一方面也想念的爱林 当然这个说法 那经证实啊 说那后来怎么就改成 爱林庆林美林了呢 这是1904年的时候呢 宋家书带着长女 宋爱林去拜会 当时万国公报 这个报社的主笔 名字叫做沈玉贵 这个沈玉贵老先生就说呀 你还是这名字起的倒行 但是爱林爱林 这是外国人的名字 在国内呀 你最好给改一改 说那沈老先生 您才高八斗 您受了 沈玉贵提笔就给改成爱林 接应改成爱林 木矮沉沉的矮 年龄的龄 就这么着 下面俩孩子 接着就顺过来 叫宋庆龄 宋梅龄 宋是三姐妹的名字 是从1904年以后 才开始正式定下来的 那么我们再分头看这三姐妹 恐怕呢 他们政治场面上 经历那些事 大家了解比较多 大家可能很感兴趣的 往往是宋氏三姐妹的婚姻 你比方说大姐宋矮龄 嫁给了山西 有钱的大户人家 嫁给孔湘西 孔湘西这个人呢 这么是面目很模糊 为人的也不像是个有锋芒的人 有人给他起外号叫孔哈哈 是宋矮龄给他带来 多一部分 是宋矮龄给他带来 也就是说我们经常那时候 有那么句话 三四年代 叫讲一下陈杰党 宋的姐妹孔家财 讲宋孔臣四大家族 这里头所谓宋的姐妹孔家财 孔宋两家的财富 大约都有一半 构筑在宋矮龄 不过是台面前的一个走足 背后操控者 其实是宋矮龄 宋矮龄不仅操控孔湘西 黄西那时候任国民党财政部部长 那是好多主意 都是宋矮龄出的 而且宋矮龄通过 自己的妹妹宋矮龄 控制蒋介石 能左右蒋介石一些政策 她从中大肆比喻力 也就是说她不仅能操控孔强西 甚至还能操控自己妹妹宋矮龄 进而影响蒋介石 你看那个时候 打仗的时候 她前方吃紧 后方紧吃 宋矮龄就是典型 国民政府当时从国外 购买的军用飞机 每一架飞机 宋矮龄都充当 我们是经纪人什么 从里边抽佣金 就根本不管当时国家什么情况 大发国难财 所以宋矮龄呢 等于在经济上 精明相干 而且在政治上 她有些深藏不漏的谋略 就体现在对两个妹妹 婚姻的影响上 就能看出她的一种婚姻不举 尤其是对宋矮龄影响 宋矮龄非常大 我们再看宋庆龄 宋庆龄呢 跟孙中山先生连续相差了二十几次 他俩是怎么走在一块的 说来这个事啊 也就是伟人身上有这个事 老百姓身上有这事 你会觉得挺尴尬 因为这个孙中山呢 跟宋家树是好朋友 好哥们 宋家树没有想到 孙中山跟他家熟悉了之后 竟然和他的二女儿走到了一块 这个事令家族非常尴尬 而那会儿宋矮龄已经嫁给孔江西了 身份已经很尊贵了 对这桩婚姻更是极力反对 因为这给自个儿脸上抹黑了 可是当时宋庆龄呢 认定了孙中山的政治理想就是自己的政治理想 认定了这样一个一辈子为自己政治理想奔波的男人 是值得自己依靠的 而且关键是宋庆龄本身 外表看起来柔弱 内心却有十字一样的情怀 也是一个气场很强大的人 所以他跟孙中山可以说是志同道德 别看年龄差那么多 那是心甘情愿跟孙先生走在一块 而且宋庆龄呢 极富理想主义 不摆任何架子 在宋氏三姐妹里面呢 是人缘各个方面 一较好的一个人 而且他也不爱钱 政治理想在他的人生理想当中是占第一位 所以后来宋庆龄呢 冲破家庭的阻力 追随孙中山先生 一直到先生病逝 后来宋庆龄呢 也是没有离开大陆 宋庆龄呢 被中国共产党人称之 活之归宝宋庆龄 所以这也是对宋庆龄一生一种肯定 那么宋矮龄反对宋庆龄这回事 却对宋美龄嫁给蒋介石 极力再选 宋庆龄这回事 却对宋美龄嫁给蒋介石 极力再选 但是宋庆龄当时就反对这个事 就说这蒋介石啊 香港的出身不好 宋子文也对蒋介石反感 也不喜欢蒋介石 包括呢 宋庆龄宋美龄这母亲 尼贵真老人 也反对 说为什么 说这个人呢 蒋介石啊 武行出身 我们并不喜欢 这个宋美龄小姐成魂 当然 宋夫人 有一个小姐都跟我说了 第一 我以军人的尊严发誓 一生爱护美丽 永不变前 第二 我保证跟现在的菜太离婚 我已经在办手续 还有第三件事情 关于我们宋家的宗教信仰 这个 我请求宋夫人您明白 我对圣经一无所知 我希望你们多给我一点事件 当然 当然 那么为这个事呢 宋家的人凑到一块 开了个大会 就研究一下 美龄要不要嫁给蒋介石 宋庆龄宋子文是极力反对 宋子文就说 蒋介石的前途还没定的 不定什么样的 怎么能让小妹把命运压在他身上呢 这断送的幸福怎么办 这时候反对的人占一朵半 可限量 有可能中国将来都是他的 这也证明了宋雅龄当时的政治眼光 他也看到了强杆的里面出政权 这条真理 而且他也想 我压保压在蒋介石审 蒋介石掌握政权了 那我们家就更厉害了 所以宋雅龄当时审视夺视 做出了属于他的判断 他极力支持宋美龄 那个时候宋美龄呢 可以说还没有太多的个人主线 有的只是呢 美女爱英雄式的对婚姻的向往 尽管在宋庆龄宋子文 系列反对之下 这个宋矮龄对宋美龄的影响太大 最后呢 宋矮龄还在家人还没统一一件的时候 召开记者招待会 向大家介绍 我的妹妹宋美龄 我的妹夫蒋介石 她俩已经同意结婚了 当时震惊了整个中国的军政界 谁没想到 这么一桩婚姻横空出世 那么明眼人一看就明白 蒋介石在这桩婚姻当中 收获非常多 她有三大收获 政治收获 财政收获 外交收获 在政治上不用说 娶了宋美龄 她就是孙中山先生的联金 在国民党党内的位置 那就会变得非常稳定 成了一家人了 而且同时在财政方面 她通过这个宋子文成了她大舅哥 宋子文那时候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院长 财政部部长 中央银行的董事长 那可以说是活财政的财政爷 这样的人物 那蒋介石需要钱 怎么能不发现呢 那军队得多少经费 就需要宋子文来支持 再一个宋子文本身 那个时候宋美龄和美国的关系 还没有稳固 主要是宋子文 通过宋子文的关系 蒋介石可以搭上美国政府 然后可以让美国政府来支持她 所以从政治上 财政上 外交上三个层面 蒋介石取宋美龄 一本万利 当然有的人说 那这个 你像宋庆龄和孙中山 你说是政治成分大 还是爱的成分大 让我看不是没有爱 但是明显也没有超越政治成分 在那样一个时代呢 家族意义至关重要 所以讲的是宋美龄 这种婚姻 严格一说说讲的是赚了 又何尝不是宋氏家族赚了 双方各取所居呢 所以在这个时候 利益的因素 它就超越了爱 就咱们现在生活当中也如此 爱情是第一位 那是在恋爱阶段 到婚姻阶段 恐怕爱情就不是百分之百的决定因素 所以我觉得讲的是宋美龄这个婚姻 对双方来说是各取所居 从这个过程也能看出来 宋氏三姐妹之间 既有守租之情 也有恩怨情成 包括后来宋美龄在很多场合 拆宋情人的台 宋情人对大姐一直很不满意 甚至为这些事都欺定过 但是宋矮龄呢 和宋美龄结了之间 联系又极为警义 在这个党派和信仰各方面 政治观点各方面 矮龄和美龄结合到一块 而庆龄在三姐妹里孤军分战 但是呢 庆龄和美龄的关系还逆较好 因为在国外待着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 是宋庆龄作为二姐 带着三妹 宋美龄 宋美龄对二姐感情还是非常好 但是老大老二矮龄和庆龄之间 这个关系众说纷纭 后来我们看呢 他们的结局很有意思 就47年时候呢 宋矮龄已经借故呢 到美国待着 孔江西呢 就以呢 自己老婆有病 也去美国了 永别中国再不回来 发了大财之后 你中国爱乱成乱成什么样 我不管了 47年 这两口就走了 后来宋矮龄定居到纽约 宋庆龄我们知道 建国以后一直留在大陆 曾经担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 那么宋美龄呢 跟着蒋介石败退到台湾 那个时候呢 蒋介石政府啊 生死存亡还在于和美国之间关系 宋美龄就充当了这个之间的大事 蒋介石政府啊 生死存亡还在于和美国之间关系 宋美龄就充当了这个之间的大事 那这宋美龄在美国的关系比蒋介石熟 他甚至有这个 蒋介石在美国国会 他讲什么时候话 他能给翻一半个小时 口才啊还有对政治的认识呢 是没得说 成为当时美国和蒋介石政府之间重要的纽带 可是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呢 以至于政治形势的变化 他一点点变得不那么重要 尤其是1975年蒋介石死了以后 那段时光 蒋介石的儿子蒋介石国 那不是宋美龄亲生的 经常就顶绕宋美龄 不拿他当事 后来宋美龄一看算了吧 坐着飞机去了美国 在美国隐居了有26年 就几乎在公众的视野当中消失 那么这个三姐妹呢 最后呢 可以说天各一方 宋庆龄呢 虽然做出了正确的政治选择 但是和姐妹之间分离 依然是他心口永远的痛 而且无论是孙家的人 还是宋家的人 后来由于政治意见 意识形态不一样 很少跟他往来 宋庆龄晚年呢 曾经跟玉索的人说 你看你们一个个家里有几姐妹兄弟几个 都能同心 可我却不行 有一回有人给他带了一张 从美国过来的宋美龄照片 看完掉眼泪 我跟三位多少年都没见 可以想念宋庆龄的心里 非常非常的不好受 因为骨肉分离 对任何人来讲 都是一种不能承受之重 这三姐妹呢 先是宋矮龄1973年死在纽约了 接着宋庆龄1981年死在北京 宋美龄在美国待了那么长时间 一直到2003年10月份才与世长死 活了106岁 是三姐妹当中最长寿的 所以今天呢 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 宋氏三姐妹和婚姻有关的 这些恩怨情仇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解读宋氏三姐妹的生涯 其实在一定程度也是在解读历史 而宋氏三姐妹 确实无愧于 个个都是传奇这样的说法 我给大家看